台中市行大偵辦毒品案 查出了一名在屈公所擔任 這個替代役的王姓男子 他竟然公然的販售大麻煙油 而這名男子呢 熱愛韓國的歌手G Dragon 他的大頭貼都是用明星的照片 還自稱自己是毒品界的全志龍 男子假冒英國醫師 拿著衛造美國居留鎮 入住台中飯店 業者直覺有意報警 警方到場 當場戳破男子假身份 原來警方一掃 證件上的QR Code 跳出來的近視拍賣網站 文件根本都是假 飯店業者要求男子搬離 但沒想到清理過程中 警方竟在房間床墊下 搜出毒品 先生 這不知道什麼 你自己說 這什麼 沒有 我丟丟離開 這什麼嘛 原警當場檢視男子身份證 沒想到他竟然取名叫做佛祖 但吸毒 衛造身份做壞事 這下連神明也難保 另外台中市行大也 偵破大麻毒品案 趁嫌犯準備騎乘摩托車 上前包圍逮捕 警方發現二十四歲王杏耀頭 是知名韓星狂粉 不僅在房間內貼滿偶像海報 就連在網路販售交易毒品 通訊軟體投貼 用的竟然也是偶像照片 甚至連交友軟體跟通訊軟體的 大陸家都放全智隆的照片 號稱是毒品界的全智隆 該名王姓要求被警方查破的時候 正在翻譜替代疫 賤賣大麻煙有 並透過交友軟體尋找客戶 只要是台中以北的地方 都會親自外送到府 因此客戶眾多 王姓男子家中被搜出大麻糕等毒品 也被以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